こんばんわ,我是战国导游月祥兵长 我是竹芯片之助 欢迎来到月祥的战国浅度旅行 今天让我们来继续聊聊 怎么办家康第六集的剧情吧 兵长,神元康正为什么会穿破破烂烂的盔甲 其实兵长还蛮喜欢这个设定的 因为神元康正跟本多宗盛 虽然他们年纪相同 但是两个人的开局资源完全不一样 本多宗盛呢,他是本多家的当主 虽然讲到三合五世就会想到勤俭刻苦 但是身为当主的本多宗盛 要凑一套像样的行头 这还是没问题的 相比之下,神元康正的经济力就很拮据了 因为神元康正的老爸 其实是九锦中赐的叔叔的家成 而且神元康正他只是神元家的二男 所以神元家能分给他的资源就更少了 对家康来说 本多宗盛他是只属于家康的重臣本多家的当主 但是神元康正呢 是家康的家成的家成的二男 当然两个人的开局地位跟开局资源就天差地缘啦 所以神元康正就是无课金玩家 本多宗盛就是大课长啰 那么神元康正他真的跟本多宗盛争功吗 其实按照通说神元康正应该没有参加这一次的上之乡城攻略战 通说认为他在大树市的时候成了家康的小姓 也就是第二集的剧情 但是他真正上战场的时候是在接下来的剧情 也就是三合一向一魁 后来本多宗盛跟神元康正都被任命是棋本先手艺 这个是只属于家康的棋本部队 但是他们除了保护家康之外 有的时候还会奉命去前线作战 所以这一集让神元康正提前上战场 虽然跟通说的记载不同 但是兵长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而且这两个演员 三野遥亮跟三田玉柜 都是新生代的帅哥 剧情这样调整的话 相信女观众应该会蛮开心的吧 兵长 讲到CP设定你真的是外行耶 比起官方设定的梁 当然是自己熟成的梁才更好吃啊 兵长 女忍者真的会在战场上扮成游女吗 为什么剧情突然会跑出嫁喝忍者啊 忍者有所谓的七方粗 又称为是忍者的七变化 也就是说忍者会按照任务的需求 他们会扮成虚无师 出家 三福 这一类的宗教人士 或者是变成放下师 圆月师 也就是现在的所谓街头艺人 或者是商人 甚至是百姓 除此之外 忍术还有所谓的五欲之术 也就是针对五个人性的弱点来下手 分别是食欲、色欲、民生、财富跟嗜好 而且打从平安时代开始 商人跟游女都经常进出战场 所以让女大鼠打扮成游女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啦 而且女大鼠很正 兵杖再讲下去就黄标了 言归正传 贾赫忍者在这一集出场 其实是有原因的 改正三河后风土记记载 伴羽七郎这一些贾赫仲 他们闯入上之乡城放火 并且斩获了首将 提电长照的首集 事成之后 家康还颁发了军工状 给伴羽七郎 目前收藏在太盐历史美术馆 如果贾赫仲真的立下功劳的话 为什么讲到德川家康 好像很少讲到贾赫仁者啊 这是因为 这些贾赫仲立下功劳之后 反而是受到知田信长的聘用 根据信长公记的记载 在本能四肢变的时候 就有两个贾赫仲 在本能四肢变战死 所以有一说认为 其实是知田信长花钱聘用 贾赫仲去火烧上之乡城 所以最后才会变成 家康给伴羽七郎军工状 但是伴侍一族 却受到知田信长的聘用 兵长 那么金川市真 为什么会同意交换人职啊 提炼长照的那两个儿子 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而且两个人换三个人 对金川家来说 还是有点亏吧 嗯 其实探讨这一集 有一点麻烦 因为这个涉及到 江户时代流行的通说版本 还有这几年最新考证的新说版本 通说版本呢 认为提炼长照 取了金川一元的妹妹为妻 所以对金川市真来说 提炼长照是她的孤掌 等一下 赖鸣的妈妈也是金川市真的姑姑 金川市真也太多姑姑了吧 所以啦 目前历史学界 普遍是否认这些说法 兵长认为呢 这一次的编剧古泽良太先生 他应该是一半用通说 一半用新说 哪个地方用通说呢 就是赖鸣的妈妈巴夫人 把她设定是金川一元的妹妹 也就是金川市真的姑姑 如果用这个通说的话 这一集的剧情里面 巴夫人说 她从小就看金川市真 长大的这个设定 就圆了起来了 这样剧情的安排 也会比较灵活 但是同一招 如果用两次 效果就整个弱掉了 所以这一次 应该就没有设定成是 提炼长照 是金川市真的姑丈 不过话说回来 提炼长照的两个儿子 他们的名字都有 是这个字 哥哥叫做提炼市长 弟弟叫做提炼市长 提炼市次 是这个字 是金川家的通字 通常只会 赐给一门重的人使用 所以对金川市真来说 提炼长照的这两个儿子 也是金川家的一门重 而且从现实层面来考量的话 提炼长照 是金川家 对抗家康的最前线 如果金川市真 不去保提炼长照的 这两个儿子 最前线的金川方势力 可能就会发生骨牌效应 全部倒戈 所以 于情 于理 金川市真 都要去保住提炼长照 这两个儿子才可以 所以这一次的大喝剧 可以说是合乎史实 嗯 只能说是合乎通说 但是不一定合乎新说 因为根据新说 交换人职 不是家康拿两个人 去换三个人 而是家康拿两个人 换回自己的儿子 小竹签代而已 因为赖民跟龟姬 其实在一年多前 早就回到家康身边了 当代季记载 在家康进驻刚齐城的时候 金川市真 就已经把赖民 跟龟姬 送回刚齐城 只留下小竹签代 一个人 在郡府当人职 兵长 你不是常常说 孤政不利吗 为什么只靠一个史料 就想要推翻通说呢 而且金川市真 没有理由 放赖民跟龟姬 回去刚齐吧 其实啊 不止当代季这么写 就连薄毛美男子 大九宝宗室的弟弟 大九宝宗教写的三河物语 里面都只有说 小竹签代 留在郡府而已 因为对金川家来说 在统峡间之战的时候 损伤了很多一线降临 但是金川家 必须要派一个人 去稳住三河 抵挡知田信长的攻势 在这样的情况下 家康他们的家族 一直以来就是 西三河的扛霸子 而且家康取了那一名 他现在是金川的一门重 按照战国时代的惯例 所以金川市征 只留家康的儿子 小竹签代 在郡府当人职 这也是合乎 当时规则的做法 只是金川市征呢 对于家康的这个特别待遇 仍然敌不过现实的考验 家康虽然帮金川家 挡了一年的战线 但是迟迟等不到 金川市征的援军 最后不得已 还是选择背叛金川军咯 这么说来 家康跟金川市征 两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 可是这样很奇怪啊 如果赖民不在郡府的话 金川市征应该毫不犹豫 就会把小竹签带给处死吧 确实依照惯例 如果前线的国众背叛的话 战国大明就会杀鸡锦猴 把人职给猝死 所以在德川家早期的史料 像是三合物语 松平记 里面都是说 赖民的爸爸 关口侍存 全心全意 力保小竹签带 所以兵长推测 金川市征呢 其实他也希望家康 能够回心转意 所以才迟迟没有对小竹签带下手 这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金川市征 其实他有找当时的将军 竹立议会调停 竹立议会呢 同时下令给金川市征 跟家康 要求他们两个人要停战 第二个原因是 如果从松平记来推测的话 会发现 其实是关口侍存 劝金川市征 答应交换人职 理由是什么呢 如果金川市征 接受交换人职的话 家康就会跟金川家停战 结果交换人职之后 家康还是继续攻打金川家的领地 所以在一个月后 金川市征就命关口侍存 要切副致敬 兵长 你讲的内容 怎么跟大和剧演的都不一样啊 因为在这四百多年间 只要讲到德川家的历史 通常都只留下德川家官方的版本 在江户时代的第二首史料 第三首史料怎么样变也离不开官方说法的这个框架 一直要到近年 学者实际上去分析战国时代留下的当代书信 才发现许多跟官方说法不一样的证据 例如关口侍存 虽然松平记说 他在交换人职的一个月之后切副致敬 但是历史学者找出了当时寺庙留下来的文献 做笔记笔对之后发现 官口侍存在1566年还有签署其他的文书 表示官口侍存在交换人职事件之后 最起码还多活了四年 因为他的签名从官口刑部少府 变成官口医斗手 这表示他虽然没有切副致敬 但是还是受到降级处罚 其实这些考据的结果呢 在去年年底才在民间的出版社出版问世 兵长也是趁着这一次大和剧 买了好几本历史的新书 才有机会能跟大家分享这些新说 看来兵长真的有好好利用超级感谢的Donate呢 也要感谢大家愿意多花几秒看YouTube广告哦 可是兵长 那这么说来我得要先知道江户时代的通说 才会知道通说跟新说有什么差别吧 如果想要知道关于德川家康通说的内容的话 最快的方法就是看三缸庄八的小说 德川家康 1983年的大和剧 就是改编至这一套小说 今年台湾的远足文化有重新出版 还请了洪伟洋老师写导读 如果觉得德川家康小说的纸本书太多太厚的话 其实也有电子书版本可以参考哦 怎么办家康第六集延续着第五集的剧情 如果要打分数的话 兵长依旧是打九分 这一集除了写本多正信还有福布伴障之外 还加入好几个历史事件 例如本多正信他为了保险起见 又另外雇用贾赫忍这个设定 不但可以圆回历史的记录 还可以强化本多正信他讨人厌的这个设定 除此之外 三田孝之饰演的福布伴长真的很赞 他在上一集最后 畏畏说说的跟家康说 福布家还有人 还有他把大鼠的那句话 我们不问任务会不会成功 只管执行任务 这些剧情呢 把他身为中阶主管的苦恼 成长 还有他对部下的责任感 都描写得非常好 兵长差一点认为 片名变成怎么办办杖 还有最后完成任务的时候 他对女大鼠说 我果然还是讨厌你们 那种任务结束之后松一口气 又拿这些一鹤众没办法的表情 三田孝之把这么多复杂的情绪 都浓缩在那一刻的特写上面 这个表现真的是太赞了 非常希望他未来跟女大鼠还有更多互动 除了本多真信跟福布伴障之外 其他的配角表现得也很好 例如松岛菜菜子她演的余大夫人 她一开始鼓舞城中的女眷 大家一起捏饭团那一段 表现出战国时代女性的想法 战国时代的女性不是只有 啊我讨厌战争 啊祈求世界和平 这种撒白田设定 它是表现出战国时代女性的生存方法 既然眼前的战争无法避免的话 就要鼓起勇气追求胜利 并且求取功名 饰演巴夫人的真实美技 她原本是宝种的花祖男艺 她在这一集面临生死关头 还是可以摆出姑姑的威严 威风凛凛的对金川似真说教 在这一幕 兵长觉得自己好像在看宝种的表演 再加上杜布赌狼 他所饰演的关口四存也一起助攻 两个人顺利说服金川似真 除了他们精湛的演技之外 而且他们说服金川似真的理论 这个也符合战国时代的人的思考方式 如果不去救前线忠诚的儿子 会让前线的其他国众放弃金川家 而且为了把这件事情做个了结 处决家康的岳父跟岳母 也能让金川家维持赏罚分明的形象 有一本日文历史书的书妖 上面写了一段很有道理的话 对战国武将来说 利益跟面子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这一段剧情就很符合当代武将的思考方式 另外还有提电长照 他这个演员是专门演南配角的野间口测先生 兵长非常喜欢这个演员 不过可能因为他的本体是眼镜 总觉得他这一次演戏没戴眼镜 好像哪里怪怪的 最后是金川似针 金川似针他的表现也很好 他那种轻在崩溃边缘的表情 那个抓到恰到好处 这个也很不错 金川似针 他接下来还会有几场更大的重点戏 希望钩端纯屏能够继续保持下去 好啦 那么今天的解说跟感想就到此为止咯 也欢迎你留言表达自己的意见 跟大家讨论吧 月翔的战国前路旅行 我们下周再见咯